十七歲拔帥男書院中六申真憲哲Matthew 上個星期三中午午飯里校 去到沙田石門 行經小匿園行善里 去到馬鞍山郊野公園方向 之後就行蹤不明 期間經歷過颱風小犬來襲 而珍媽媽和搜索團隊 今日繼續去到馬鞍山郊野公園 搜索愛兒的蹤影 珍媽媽更加表示 相信有奇蹟出現 而奇蹟終於發生 警方在下午兩點半左右 成功找回新還的珍憲哲 從相片可以見到 他雙室擦損 赤腳在樹林裡面 幸好精神都尚算不錯